第409节 院子里摆满了茅丝坛子 程玄英再小心的擦拭 坛子上的灰尘 烹头垢面的 身上的道袍也油子抹花的 好几处地方都有破洞 哪里还有半点西华大法师的超然气概呀 闭嘴其实是最好的修行 程玄英笑呵呵的 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 放在云叶手里 自己盘腿坐在那些坛子堆里 默默的念经 他没了舌头 没了华丽的道袍 云叶却觉得这家伙 好像更加的像个修士了 眼睛里蕴含着慈悲之意 让人不由自主的就想靠近他 似乎只要靠近了他 就能让人平安喜乐 程玄英这些日子 踏遍了东海之宾 没有骑马 没有坐车 就靠着一双脚板 走遍了村村在寨 他在宣扬道理 不是用嘴 而是用自己的行动 他把自己的钱财 散给了那些需要救助的人 把自己华贵的道袍 献给了一位 只有一个道士的小道观 因为在那个破旧 但是信徒香火不绝的小道观周围 乡亲们只信三清 不信其他的神灵 哪怕就在不远的风景 绝佳之所 就有一个很大的寺命 他在小道观里 对那个风足禅年的老道士 执弟子里 亲手把道观所有破损之处 一一修好 每日看着老道士 给前来上乡的乡民祈福 消灾 看着老道士 给起儿一针一线的缝制衣服 看着老道士 帮助受冤屈的百姓申冤 也看着老道士 用他并不高明的医术 给乡民们治病 有些药方开的并不准确 程玄音相信 道士致死的病人 绝对比救活的要多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老道士死了 不是被谋杀的 而是因为他的年纪太老了 以至于他在睡梦里 就去了天国 程玄音坚持说 老道的死很安详 脸上带着一罐的那副 慈悲之意 是微笑着走的 临死前一定已经解脱了 皮囊的束缚 达到了另一个境界 喝了一口茶水的程玄音 在纸上继续写道 那是真正的一人死万人哭 乡民挟家带小赶来 带着家里最好的吃事 来为老道士送中 还有几位冒蝶老人 把自己的棺木送给了老道 自己本来准备停尸六日 就把老道送进坟墓 谁知道 四十九日之后 还有远处的乡民赶过来 为这个老道送葬啊 乡民们无视程玄音的存在 也不管道士入脸时 不洗澡 不换衣 不入官的规矩 硬是执着的 按照当地亲人去世的样子 大操大办 远后 老道士停尸四十九日 依然容颜不改 栩栩如生 甚至他的头发 胡须 指甲还在生长 乡民们坚信 老道士已经得到 也已飞升 没有把尸骨葬在地下 而是给他建造了一座塔 虽然不高 只有五丈 都是青砖弃旧 现在乡民们 拜完三清之后 就会去祭拜老道士 显然老道士 已经成神成仙 程玄英 你这次找我 就是为了说这些 如果有所求 请直言 看在你这段时间 踏遍东海 揭露陋席的份上 我会答应的 程玄英张开嘴 呵呵笑了两声 手底下继续急疏 云侯 我只想请你把这些 战死将士的骨灰 存放在灯仙观 所谓信力 愿力 接香火 将士们留在这一片急壤 一定会喜乐安宁 我调查一下 如果 正如你所说 我会把战死的 本地将士的骨灰 存放进灯仙观 关中弟子的骨灰 我依然要带回长安 交给他的家人 程玄英单手急凶 笑着答应 似乎很有信心的样子 如果道观过于窄小 我可以出钱 修建一座大一些的道观 不需要云侯费心 信众们已经开始 扩建道观了 一砖一瓦 都来自捐赠 频道准备把这所道观 建成百姓自己的道观 所以不需要官府介入 也不愿意豪门大户捐赠 我宁愿在乡间 一文一文的求布施 也不会用云侯的钱财 那好吧 程玄英 这里呢 有一袋子金纱 你拿去吧 不要把它看成钱财 只需要把它看成建筑材料 不管是佛像 还是神仙像 都需要金粉 你想在乡间布施到金子 恐怕很难吧 这一百两金子 就磨成金粉吧 不算是布施 这是给你保存 将士骨灰的酬劳 不必客气 程玄英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自然不会把这一百两金子 看得有多重 机械头表示感谢 就扛着一袋子金子 就离开了刺史府 等待云叶派人去调查自己的灯仙罐 问过了将士 也问过了死者的家眷 他们一听说 准备把骨灰放进灯仙罐 立刻就同意了 好些个准备把骨灰迎回祖坟的人家 也纷纷的改变了主意 看来这个道观的名声 风水不是一般的好啊 礼部的官员带来了李二的旨意 命令云叶 即可动身 赶回昌安 将士的骨灰 自然有当地官员和礼部的人员处理 4月20日 一出行 一祭祀 云叶在卓州登船 告别了水师留守的将士 带着一万余人返回了昌安 来的时候 带了好多的坛子 想不到走的时候 依然是满船的坛子 水师回京 最喜欢的就是倩夫 那些每年付出劳役的倩夫 最喜欢的就是遇到岭南水师的船队 一样都是干活 只有给水师干活 才会有工钱和足够的食物 所以云叶在欣赏两岸风光的时候 还能听到倩夫们免费赠送的耗子 云叶到处 鬼神僻异 上一回在运河把王爷的作舟 拆成碎片的事迹 这条河上经常跑的船家是没有不知道的 现在只要看到船上挂着陡大的云子 纷纷靠岸躲避 没人该接近武藏之内 船到洛阳 沙英就带着狗子上了岸 给谁都没说呀 沙英是要看看自己的房子盖好了没有 狗子则是为了躲避红尘的女儿 能想到他的痛苦啊 一个英俊 有前途的青年 难免被那些胆大的女子盗追 云叶总认为 这件事情的背后 有红尘的影子 红尘家的孩子 老夫见过 不错的孩子呀 圆脸屁股大 一看就是个会生养的 狗子这孩子怎么就看不上呢 老夫在皇宫里 见过的美人不计其数 有什么好的 外面貌美如花 内地里凶狠恶毒 哪里有红丫头汉后啊 老夫最喜欢这样的孩子 红尘再不济 也是一位正牌的伯爵呀 红红这丫头 又是大方所处 正经八百的好闺女 她凭什么看不上人家呀 这小子就是混一辈子 估计也混不到爵位 现在有个伯爵家的闺女 看上她了 还不上杆子往上爬 还等什么呢 老夫这都没几年活头了 就不能让老夫看看自己的乖孙 再死了 岂有此理 吴蛇在仓房里暴跳如雷 好几次都想冲到岸上去 把狗子抓回去 恨不能一回去就立马成亲 第二天就有娃养出来 他自己缺少功能 所以呢 就把生孙子的全部希望 都搁在了狗子身上 云叶怎么看吴蛇 怎么像自己家的那位老祖宗 当年云奶奶 他就是这副德行 强扭的瓜不甜 老兄啊 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啊 这都快骂了一个时辰了 人家小伙子都不着急 你着急个什么劲啊 难道你还能替他入洞房不成啊 哎 你看老夫死的 借老夫的长八是不是啊 这日老夫手痒的厉害 有本事 假扮上早养着 看看你的嘴缺德 还是老夫的掌力阴损 踢到打架 刘芳八个加起来 他也不是吴蛇的对手 举着手 自己拎着茶壶 带着小孙子 出了长房 暴怒中的人没理智 伤着自己就不好了 对于吴蛇来说 这种俗世间的烦恼 是他最大的享受 一辈子没有经历过这些琐事 现在一旦经历 就沉眠其中 不可自拔 与其说 他是在训斥狗子 不如说 他是在享受这种感觉 顺便给刘芳 显辈一下 自己徒弟的高品位 刘芳就是听出 吴蛇的弦外之音 这才出口反击的 互扁互损 这也是两个老头子的乐趣之一 一大群鸽子 从头顶飞了过去 直奔长安城 云业本来打算 找人把这些鸽子 全部射下来 晚上煲汤喝 回头一想呢 又把这个念头打消了 就让长安城里的那些人 在恐慌中等待吧 不知道高丽 窝国的使节 有没有去抗议呢 他们还不知道 这趟军事行动 到底造成了 什么样的危机和麻烦 如果现在还不想和高丽 百计 窝国 撕破脸皮 他们就必须忍耐那些使者的口水 云业的战报写的极度模糊 就报告了自己 把将士的尸骸全部请回来了 对于如何攻破城池 如何烧杀抢夺 只字不提 更加不会在军报里说明 自己顺便抢劫了窝国公主 等事情全部爆发之后 他们就会知道 自己的黑锅背的有多么恐怖了 李二正在揉着太阳穴 哀声叹气的看战报 旁边还有百提斯的密报 看一眼战报 又瞅一眼密报 觉得自己的头疼症啊 越发的严重了 小王八蛋 你在高里头干了些什么呀 烧杀抢夺 劫夺民财 除了奸淫 军规里只要能犯的 你他娘的通通犯了一个遍呢 好啊 还有卖人头 这东西也是能卖的 一颗四十罐 奶奶的 朕都想卖了 下回朕打完仗啊 人头都交给你去卖 卖不了四十罐 就定你贪污国堂 被杀成五万人化为灰烬 三山谱只见船不见人 苍延城天高了三尺 墓底城就剩下了城墙 毁春拔寨数不胜数 大王城真的是人间鬼欲 什么 还抢劫了窝国公主 如今窝国公主去了高里 坐在亭子里纳粮的礼静 这时候不用纳了 他只感觉自己的心呢 在不断的往下沉 眼前一阵阵的发黑 额头的冷汗 如同小溪一样的往下躺 嫉妒莫过绝粮 嫉恶莫过放火 你不绝粮 大概是受了牛俊达的影响 所以你放火 小子老夫扛不住了 长孙冲只不过是屠城三日 老夫这个主帅就被人说成屠夫 有白起之恶呀 如今至少十万人被你烧成灰烬 老夫扛不住啊 小子你自求多福吧 老夫从今日起 腿脊发作闭门谢客 惹不起呀 老夫惹不起 老夫藏起来还不行吗 不过小子呀 好本事 好本事 只要你来 家里的兵书全给你 新写的也给你 有你在 我礼敬的锋芒就没那么显露 一个催城拔寨 如同催枯拉朽的少年英雄 到底出现了 再过一二十年 军中的棋子 你来扛 老夫不干了 现在的年轻人 一个晒一个的狠 一个晒一个毒啊 我孩儿已经是少有的纯粮之辈了 沈兴 沈兴啊 李静一个人在亭子 一会发愁 一会高兴 一会抱起茶壶猛灌 一会儿又拎起酒坛子 喝上两口 等酒坛子一滴酒都空不出来之后 远远的抛开酒坛子 回到书房 严好了磨 提笔开始写告假的折子 娘娘 云侯遣人送来了一千八百名高丽妇人 说 娘娘这里需要大量的劳力 是登州刺史原大可遣人 带云侯送来的 一个宦官来到正在查看账簿的长孙面前 低声禀告 哦 有这等事 长孙迷茫的抬起头 想不清楚云叶从哪里弄来的这些妇女啊 只是这种迷茫 只在她的脸上呈现了一刹那 就转变成了滔天的怒火 大胆 这样明火之杖的解脱民家女子 云叶 你好大的胆呢 你不要脸 大胆难道也不要脸了吗 娘娘 这些妇人可不是云侯从膏里解脱的 是云侯抓住了一些奴隶贩子 这些人就是从奴隶贩子手里解救出来的 原来呀 只有不到千人 后来水师攻破了奴隶贩子的老巢 这才又加了一千人 云侯前面有书信来 当时娘娘去了九成宫碧寒 一直没有回来 奴婢也就担心会伤及娘娘的身体 听到这么说 长孙算是平息了怒火 让女官找出来云叶的那封信 从头到尾的瞧了一遍 这才长长的嘘了一口气 一千八百名妇人的安排是个大事 怠慢不得 长孙思前想后 还是命人把这些妇人安排进自己的庄子 羊毛就快运过来了 也不知道云叶信里提到的方田是靠不靠谱啊 正在写赤令的时候 李二从外面走了进来 手里居然端了一个硕大的花盆 后边跟着两个面色紧张的宦官 长孙扔下手里的笔就要训斥 李二笑着摇头 自己把那个大花盆放在桌子上 仔细看花盆里长出来的那株玉米已经一尺高了 足足有拇指粗细 发青的叶子已经抽出来六片 中间的叶脉卷曲着 看样子用不了多少时间 又会抽出来两片叶子 陛下 喜欢玉米 园子里种的就有 为何还要亲力亲为的做这些事情啊 皇后 这你可就不懂了 朕在盆子里种植玉米 就是因为没有时间去花园里实时观桥 现在种在盆子里放在岸头 供物之余抬头看看 给它松松土 浇浇水 除除虫子 一来可以舒缓头脑 二来可以准确的掌握农石 你看呢 玉米从发芽到抽第一对叶子 朕可是都记录在岸的 另一个神奇的作用 皇后可能还不知道 朕在午睡的时候 有这东西在身边 居然从来就没有发过梦 总是一觉就睡逐半个时辰 醒来之后精神健忘 哈哈哈哈 这的确是家和呀 所以朕就把它搬到了后宫来试试 让你啊 也是一个安稳教 长孙上前仔细的看看皇帝的新宠 长得挺健壮 轻轻浮动一下长长的叶子 笑着说 只要对陛下有好处 那就是好事 咱们宫里就是要多些祥瑞才好 上回客人说 在秦陵里发现了石铁兽 那才是吞噬恶鬼的祥瑞呀 妾身已经下令内务府去捉了 等捉到了 咱这宫里啊 一定会更加的祥和 没那个必要 皇宫里现在就很祥和 前儿在外面东奔西走的准备钱币 清血躲在武德殿堡出来 整座宫殿底下都快被他掏空了 克尔在打理内务府 听说前一阵子 他把皇宫上上下下的账目 从头到尾的清理了一遍 如今皇宫的花费比以前减少了三成 这都是皇后教导有方啊 啊 对了 你在干什么呢 李二把头凑过来 好奇的看着长孙的赤令 一看不要紧 这一看顿时是浑身哆嗦 无力的坐在椅子上哀叹道 这个小王八蛋 居然还敢掳头人口了 这下子总算是凑齐了 陛下 什么事凑齐了 长孙看看自己写的赤令 不知道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朕的麾下 有一支无恶不作的军队 杀人 放火 抢劫 欺骗 不宣而战 再加上掠夺人口 总算是把所有的恶事都干尽了 最让朕恼火的是 罪名是朕的 因为朕当初答应过他 只要把将士们的遗骸找回来 万事不咎 罪名 朕来背 刚才还在庆幸 他们总算是有一点没处犯 就是截夺人口 如今看到皇后的赤令 看来他们连这件事都干了 你知不知道 云野搜刮钱财 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 寺庙口挂的牌匾 都被他拆了回来 唯一的原因就是 那块匾 是铁木制作的 长孙笑的前仰后合 软软的靠在李二的身上说 哈哈哈哈 确实做的够过分的 不过这些妇人可不是掠夺来的 是云野从人贩子手里夺回来的 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啊 趁势还住长孙的李二 惊诧的问 果然 长孙点点头 肯定的回答 果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